连续遭受多年干旱的南加州 今年缺水的情况 一直是很多民众关注的焦点 根据加州水资源负责人透露 透过例行的雪水调查 对未来一年南加州储水充满信心 根据加州水资源部 每年一月份在泰浩湖周围 例行雪水调查显示 现有的积水量达到全年的53% 基本恢复正常 充足的积水对农业灌溉跟居民用水 有很大的保障 同时发言人强调 对于经历五年汉勤的南加州来说 今年的积水量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现在有数据显示 都朝乐观的趋势发展